加拿大旧宅番茄的程序极要点 精明的地产投资者 已经不满足于普通买房卖房的炒房获利方式 他们通过购买热点区域 年代比较久远的Bagio或者D-touch House 推导重建 然后销售 往往能够获得相对于普通买卖房子更大幅度的溢价收益 但是 更大的利益背后 往往是更大的成本和风险 就房番茄 到底需要政府部门的哪些审批程序 有何规定事项 建造过程又该注意哪些事项 有何风险 这里我将简单为读者介绍一下 这更胜一筹的房产投资模式 建筑设计阶段 建造房子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但是这无法阻拦不少的华人移民 勇于尝试新事物的闯进 现在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番茄 推倒重建 然后再销售出去来获取更大的收益 首先 地点的选择很重要 对于以自住为目标的旧房番茄 那么你只需选择自己喜欢的社区或地址 如果是以销售为最终目标的旧房番茄 那么地址的选择就要取决于市场热点 在不同的社区盖房 成本几乎一样 但是销售溢价则相差巨大 所以选择旧宅推倒重建 一般要放在豪宅区才能获取较大的收益 这一点很好理解 那豪宅区之间又有何区别呢 看市场活跃程度 市场越活跃 你建成之后的房子就越容易卖出去 衡量番茄和重建的一个标准是 投资收益率 一年赚30万和两年赚30万的收益率相差一半 其次 购买好地坯或者旧宅后 接下来就到了新屋的设计阶段 你需要请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为新屋设计蓝图 你要将你的理想中的房屋明确无误地告诉对方 如果你有重义的房子 你也可以向设计该房子的设计师购买图纸 套图 或者让设计公司参照设计出来 设计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修改 你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 总而言之就是协调房屋造价和房屋设计之间的平衡 做好设计是完成整个工程的一半 这是事无巨细过程 从房子的格局布置 面积大小 房屋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处理 到室内各种装修细节 空间感觉 楼房的层数 建筑结构 门窗的细节 位于厨房设备的选型 科学的设计会让你省去不少建筑过程中的麻烦 要知道二次装修的代价不仅是金钱上的 更是精力上的一种折磨 政府申请阶段 接下来的程序就是需要将建筑方案和申请一起递交给政府的有关建筑部门 市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有各级主管部门和完善的法律法规 如政府有PoEniEc明确的土地用途 市政府有相应的PoEniEcDepartment和BuEniEcDepartment等管理部门 依据MasterPoEniEcDepartment和BuEniEcDepartment等法规进行管理 那么如何知道该地区的规划情况 在市府网站都可以查得到 这些资料在政府部门可以买到 或者请专业人士帮助进行查询 翻建的审批手续的复杂程度 对金鱼此道的专业人士来说并不困难 主要取决于翻建项目的大小以及改造用途是否符合规划 如果一条街道上的很多老住房都已改造成PureFashioned Office 那么买下某一住宅改做Office则较为容易 如果整条街道都是住宅 那么改建为零售店就相对困难得多 另外 即使整条街上很多住宅都已改做Office 也不可以未经报批 直接把住宅改成Office 房屋改造应取得BuildUpermit 例如把一处住宅改做牙医诊所 应符合公众场所的消防卫生规定 要进行EBC Schubert Buil Ucovip 政府会派人进行消防和卫生检查 还有 也有些人买了连着二到三块 甚至更多的沿街大地块旧宅 希望推导新建Town House 如果所在街道已经有类似的建设 那么申请将会简单很多 如果你是第一家 那么你的工作量将会大很多 即使用途不发生改变 翻建住宅也需符合Zony Bio的规定 也要到BuildU Departmine 取得BuildUpermit的保批 另外 在自己的地块范围内 也不能翻建成任意大小的住房 因为Zony Bio已经明确规定出了 每个地块的Density容积率 Setback退红线距离 High高度 如果要发生改变 则需申请Miner Variations 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翻建旧屋 是一个比较细节的过程 需要涉及到和政府有关人员的沟通交流 而且每个地区 每个房子都具有独特性 因此最好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有些投资者购买了旧房 准备进行翻建 以为要等到Co-O Seal以后 才可以申请报批 浪费了很多时间 事实上 不必等到Co-O Seal 请原房主开具授权证明 持该Free Efficient即可去办理相关手续 建筑商的选择 在等待政府部门批复的时间里面 可以开始进行选择建筑商的工作 一旦修建申请得到通过以后 就可以让建筑商着手安排施工事项 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动手 但这需要很高的技能 许多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 除非你要体验自己盖房的乐趣 否则还是选择一个放心的建筑商 为了建造出理想中的新房 投资者必须向选定的建筑商提出一大堆的问题 他们建造出的房子与众不同在哪里 在新房子中包含有哪些新的技术成分 房子的能源效果如何 造屋的价格里面是否包含了能源设施方面的预算 房间的空气质量如何 房子的建筑是否能通过加拿大政府 和有关公用事业公司的审核 房屋是否可以通过 有有独立执照专家的评估 单单与一家的建筑商联系是不够的 最好多联系几家进行比较 所谓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投资者还可以到建筑商现有的建筑现场看看 做到心中有数 如果你发现这家公司是建筑商协会的一个成员 就可以查询到他们有没有为一座新房子下一个保证的订单 他在完工后后续的系统工程还包括了哪些内容 这家公司已经建立了多长的时间 他完成了多少开发的建筑 你也能在互联网查到是否有对这家公司的投诉 这些信息将确保你能找到一家负责任的公司 并得到一座高质量有保证的新房子 当你觉得这家建筑公司很符合你的标准时 你可以要求他们制定一份交易合同 交易合同要在你签订前让律师审核 也许你还需要和你的贷款方一起制定还款计划 施工阶段 选择好建筑商 让你在施工阶段事半功倍 盖房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不过总体上来说它可以分为这几个步骤 先是打地基 造地库 做好了地基 要整屋架 这里是先造个木框架 然后是铺设水电管道 接着就是往框架里面填补建筑和保暖材料 然后是装修部分 所有的墙 油漆 铺设地板 厨房的厨子 台子 电路和水管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按煤气表 在这里要找煤气公司 并由煤气部门给你个煤气许可证 做店 要由专业的电工 给个电路许可证 房子要有自来水系统 要由专业的水管工给你水管合格证 不过 由于你是交给建筑商来完成的 这些繁杂的系统证书由建筑商去验证 你只要查查证书就行了 最后 再由水暖工给你加装厨房卫生间中的各种设备 洗碗机 碎骨机 洗衣机 冰箱等 当然还有马桶 洗浴设施 最后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人 会到你家做店的最后检查 对水路系统和购买系统做最后的检查 这样你的整座新屋就大功告成了 要有风险意识 旧房翻建 利益大 风险也大 首先 你必须具有较大的财力和资金沉淀能力 因为你无法保证翻盖后的房子能够在多快的时间里卖出去 另外 申请demo in pay me 拆除许可证的时间 要是索要拆除建筑物的兴致而定 如果拆除加油站 汽车修理厂 有地下油罐的老房子或有失眠的老房子 需要进行各阶段环境检测 所需时间相对较长 长至两年的情况也会出现 再者 政府的审批可能和你的原先设想差异很大 造成你的投资风险 如果投资者没有事先做好详尽的调研功课 没有请专业人士 团队来运作整个过程 失败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供去研究室 9月儿一人不在这里 在最后灭的颗粟子 正传一架位 前一年度是六十六十六的泥 12月的大尺寸 转三层 数字损集 100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